它与黄河有着很深的渊源 是历史多年选与成功的淡水新品种 经过不断的推广养殖 如今已经成为了水产业中的优质资源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 又怎样才能成功养殖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无鱼不成习 鲤鱼作为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 可以说是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 在鲤鱼家族中 黄河鲤鱼是出了名的好看好吃 鲤鱼跳龙门的典故 又为它增添了吉祥富贵的象征 由野生黄河鲤鱼选育的 预选黄河鲤鱼 品种性状稳定 生产性能更具优势 那怎样的养殖技术 才能够让更多肥美的黄河鲤鱼跳上人们的餐桌呢 预选黄河鲤鱼是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采用野生黄河鲤做亲本 选育而成的优良鲤鱼品种 该品种在2005年3月通过全国水产原种和两种委员会的审定 预选黄河鲤鱼保持了野生黄河鲤鱼固有的形态特征 如筋鳞刺尾 身体沉缩型 肉质细嫩 性状稳定 成活率高 抗病力好等特点 并且它的生长速度比野生黄河鲤鱼要快很多 目前已经在河南 河北 山东等地区大面积推广 在全国各地均可养殖 预选黄河鲤鱼身体呈缩型 侧扁而腹部圆 头背肩呈缓缓上升的弧形 全身鳞片金黄色 腹部为白色 臀脐 尾脐 呈红色 胸脐 腹脐 橘黄色 这些就是黄河鲤鱼最为明显的特点 预选黄河鲤鱼生活在水的底层 最适宜生长水温为25到32摄氏度 高于32或低于15摄氏度 生长缓慢 低于10摄氏度 停止摄氏 适合生长在溶氧量 为每升4.5毫克以上的水体中 溶氧量低于每升2毫克时 摄氏减少 溶氧量低于每升1毫克 浮头 水体的PH值 控制在7到8之间 透明度 控制在25到30厘米 这样的水质 最适合黄河里生长繁殖 预选黄河鲤鱼为杂食性鱼 紫鱼和制鱼器主要设施 小型只脚类 轮虫 饶族类等浮游动物 也可以四位豆浆 成鱼阶段主要四位人工配合饲料 预选黄河鲤鱼一般二东陵 可达性成熟 有些个体一陵也可以性成熟 产卵时间随地区而已 产卵季节在南北各地有所不同 长江以南地区产卵期为2到3月 长江流域为3到4月 黄河流域为4到5月 东北地区为5到6月 产卵期一般可以持续两个月左右 卵的粘性很强 产丸直接附着在水草上 怀卵量因个体和大小而异 一般一千克体重的雌鱼 一次可以产卵10至15万枚 卵子产出后 在15到20摄氏度的水中 经过4到6天可以孵化初苗 了解了预选黄河鲤鱼的以上特征特性 下面我们就以黄河流域的养殖为例 看一下它的具体养殖技术 预选黄河鲤鱼养殖是一个规范化的养殖过程 首先要有一个安全卫生的养殖环境 养殖场周围无污染源 交通便利 养殖用水要符合鱼业用水水质要求 育苗池的池塘面积为2到5亩 水深1到1.5米 乘鱼池的面积为5到15亩 池深1.5到2.5米 池塘底质以沙土质为好 池塘配备一定的机械设备 以保障鱼类的正常生长 如增养鸡 潜水泵 发电机等 养殖池应在秋后或者早春 商品鱼出池以后 干池晾晒一段时间 对面积较大的池塘 人力太费工时 可以使用泥浆泵进行清淤 为了保持鱼塘的肥度和水质相对稳定 可保留20厘米的池塘淤泥 清淤之后 全池撒生石灰 每亩湿撒生石灰100千克 不但可以杀灭淤泥中的寄生虫卵 病原体 也杂鱼 而且还可以提高PH值 澄清池水 刚刚注入池塘的地表浸流和地下水都比较轻瘦 内含无积盐分和有机质少 微生物也很少 在这类水体里养殖黄河鲤鱼 就必须要想办法把水质预肥 使其利于微生物藻类生长 赔肥水质的主要手段是施肥 一般可以使用充分发酵腐熟的有机肥 进行全池剥扎 水体赔肥后 就可以等待鱼苗下糖了 养好一堂水 也就养好了一堂鱼 在准备好池水之后 就可以投放青鱼 准备繁育工作了 在黄河流域每年的四到五月份 当水温上升到18摄氏度时 预选黄河鲤鱼达到性成熟 开始产卵孵化 那在实际生产中 鲸鱼的选择标准和选择时间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去节目当中详细了解一下 鲸鱼的选择对体型体色都有一定的要求 体要高 背要厚 身体健康 强壮 体型呈缩型 鲸鱼应选择20以上的成鱼 瓷鲤鱼体重1.5千克以上 熊鲤鱼体重为1千克左右 瓷鱼与熊鱼的比例为1比1.1 选择这会儿一般选择两次 就是开出艺术选择 选择一些形状有良的 腹部比较大的一些鱼 进行这个强化培育 培育完了以后到四月中旬以后 开始随缠之前再选择一次 就是把鹤鱼的青鱼选出来 把不鹤鱼的检鱼套台 在青鱼产卵前 一般要进行一周的赞养 赞养池可以根据青鱼的数量 来确定大小 水深40至50厘米即可 赞养时要将雌雄鱼分开饲养 一般每平方米放养2到5尾 赞养期间严格控制充养量 保证溶养在每升5毫克 在青鱼催产前 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如产卵池的消毒 绑扎棕片等工作 产卵池可以用青鱼赞养池 也可以在育苗池里 用网箱为一个方形或圆形产卵区 赞养池作为产卵池使用时 必须要经过清洗消毒 然后注入干净无污染的地下水 注水50厘米就可以了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不能使用河水或者是池塘水 因为里面会含有很多的病菌和寄生虫 刚注入的地下水 要在阳光下铺晒三个小时左右 当水温达到20摄氏度左右时 才能使用 接下来还要在产卵池中 铺设一张大网 使其覆盖整个产卵池 铺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脱落的鱼卵 掉入水底 鲤鱼是产粘性卵 需要有附着物 以便受精卵粘附在上面发育 通常将人工设置的 供卵附着的物体称为鱼巢 生产上常用棕驴片作为鱼巢使用 绑扎棕片时 要取几根三米长的竹竿 将棕片绑扎在上面 间距在15厘米左右就可以 需要根据轻鱼的数量 来确定所要绑扎棕片的数量 一般鱼巢布置在产卵池 或离岸边1米左右的潜水处 使竹竿漂浮在水面 将鱼巢沉入水下10至15厘米处 晒背可以通过阳光与温度的刺激 促进青鱼性腺激素的产生 从而使其尽快产卵 晒背的时间一般在天气晴朗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进行 晒背时水位保持在5厘米左右 使青鱼的整个背部露出水面 一般晒背3个小时左右就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当青鱼开始发晴后 就可以注射催产针了 预选黄和鲤鱼可用的催产药物主要有脑垂体或绒毛膜激素 注射前要用氯化钠溶液对药物进行稀释 吸射后的药液要在30分钟内使用完毕 并且要避免阳光照射 防止药液失效 注射剂量可以根据青鱼的体重来确定 一般注射绒毛膜激素 雌鱼的注射量为每千克 1500到2000国际单位 雄鱼的剂量是雌鱼的一半 均采用体腔注射法 注射时 在胸膝肌部无鳞片的凹入部位 刺入1到2厘米 然后把注射液徐徐注入体内 注射一般在下午4到5点进行 注射完后 将青鱼放入产卵池 然后放入鱼槽 打开循环水 对产卵池进行冲水 水流可以促进青鱼尽快产卵 并且还能增加水体的溶氧量 一般8至14小时就可以发情产卵 产卵时 雄鱼追逐雌鱼 雌鱼将卵排出后 雄鱼紧随其后 排出精液 完成受精过程 而受精卵就会粘附在鱼槽上面 如果产卵池较小 可以在雌鱼产卵结束后 将鱼槽转移至育苗池中 将粘有鱼卵的鱼槽 放入池中水面下10厘米处 并固定 或者直接使用鱼苗培育池进行孵化 以减少鱼苗转糖的麻烦和损失 每亩水面可放25到30万粒卵左右 大约4到6天 子鱼就能孵出 子鱼刚孵出时 不可以立即从鱼槽取出 此时 子鱼大部分时间附着在鱼槽上 靠卵黄囊提供营养 当2到3天后 子鱼能主动游泳觅食时 才能去掉鱼槽 卵黄是子鱼前期营养的主要来源 当卵黄囊消失 我们需要投喂什么样的饲料 来保证它们的生长 从子鱼到成鱼 怎样的投喂方法更为科学 池塘养鱼 水质的管理要怎样进行 预选黄河鲤鱼养殖技术 广告之后继续播出 人工养殖 预选黄河鲤鱼通过人工催产 大大增加了产卵量 从而提高了繁殖率 经过孵化 当卵膜孵出鱼苗后 也就进入了子鱼的生长阶段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时期的自卫和管理工作 是怎样进行的 从鱼苗孵出 至各旗旗条形成 这一时期称为子鱼漆 子鱼漆一般为浮游生活方式 子鱼漆每亩池塘 可养三十万围左右 池塘水深控制在 0.8到1.2米 溶氧量保持在 每升4.5毫克以上 子鱼前期 以卵黄为营养 随着子鱼逐渐长大 卵黄囊消失 子鱼就开始 摄食水中的浮游生物 如轮虫 红虫等 这一时期必须保证 育苗池有足够的饵料 如果没有条件购买 可以自行赔肥水体 让浮游动物自行繁殖 也可投喂豆浆 投喂次数为每天三次 时间在上午8点 中午12点 和下午5点进行 每次每亩水面 泼洒一千克黄豆 磨成的豆浆 投喂时要全池泼洒 力求细而均匀 四味豆浆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赔肥水体 促进水中浮游动植物的生长 来满足鱼苗生长中的设施要求 以后可以根据水色和鱼的生长情况 灼寝增加 当子鱼的背鳍 豚鳍鳍和尾鳍鳍鳍 基本出现时 就进入了治鱼期 鱼儿从鳍条基本形成 到全身出现鳞片 这一时期被称为治鱼期 治鱼期前期的养殖管理 与子鱼期基本一致 四味管理 养殖密度 池塘水深 以及溶氧量 保持不变 但是 在治鱼长到1.5厘米后 逐渐改为鱼苗专用配合饲料 每万位鱼苗 每天投喂0.25到0.3千克的配合饲料 四味次数和四味时间保持不变 以后随着鱼苗的生长 逐渐增加四味量 经过一到两个月左右的养殖后 鱼体长大 黄河里就需要更大的空间 来促进个体的生长 这时候呢 就要及时的分糖了 分糖需要按照规格进行挑选 一般的放养规格为 每尾30到50克 体长5至8厘米 将大小一致的鱼养殖在一个池塘 这样会避免上市时大小不均的问题出现 挑选时要淘汰体长体重不合格的鱼 以及身体有残缺的鱼 挑选完毕后 用2%至4%的食盐水 对鱼体消毒 三到五分钟后 放养到消过毒的池塘里 放养密度为每亩池塘 1500尾左右 这一密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鱼收获 分糖之后 黄河鲤鱼就进入到幼鱼期 这时鱼体鳞片全部形成 体色 斑纹 身体各部分比例等外形特征 以及气息息性等 都和成鱼一致 这一时期水温升高 鱼体生长迅速 池塘水深增加到1.2到1.5米 溶氧量保持在每升4.5毫克以上 饲料投胃一般每天投胃三到四次 饲料要使用鱿鱼专用配合饲料 日四味量为整齿鱼体重的4%到6% 投胃间隔在三个小时以上 幼鱼时期应预防车轮虫的发生 这时候可以用硫酸酮 阿维菌素等相关药物进行防治 用量为每一粒方米水体 0.5克和0.2克 配置成合计后全池泼洒 一般每半个月泼洒一次 在黄河流域7到9月份是黄河鲤鱼生长发育的旺盛时期 尤其是秋天 黄河鲤鱼大量摄食 积存脂肪 以供月冬消耗 此时应足量投胃脂肪含量高的饲料 培育体大肥满的鱿鱼 由于这一时期水温降低 思维量相对降低 当水温在12到22摄氏度时 一般每天投胃2到3次 日思维量为整齿于体重的2%到4% 水温低于10摄氏度时停止思维 在月冬前 养殖池的水深应保持在1.5米以上 水池要求含氧量高 有机物含量少 如果含氧量太低 可以打开增氧机 或者注入薪水进行增压 冬季的管理相对来说要少了一些 但是要坚持定期寻堂 观测水质 在结冰期如果遇到雪天 要及时清扫冰面上的积雪 进入冬季 需要做的管理工作越来越少 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 当水温达到12摄氏度以上时 就可以恢复饲料投胃了 而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也就进入了成鱼阶段的管理 四到五月份 鱼儿达到性成熟 成鱼阶段鱼体长大 摄氏增强 抗病能力也随之增加 这一时期主要是促进鱼体生长 使其在相应的时间达到标准体重 成鱼期持糖水深应保持在1.5米以上 溶氧量保持在每升5毫克以上 这一时期的配合饲料 应换成颗粒较大的成鱼饲料 投胃量应该根据鱼体大小 季节 天气 水质肥瘦程度 以及鱼的摄食情况而定 一般以60到90分钟吃完为宜 当水温在12到22摄氏度时 每天投胃2到3次 日四味量为整齿鱼体重的2%到4% 水温在23摄氏度以上时 每天为3至4次 同样日四味量为整齿鱼体重的2%到4% 投胃要有固定的时间 如每天投胃3次 则可在上午8点 中午12点和下午5点各投胃一次 在放养密度较大时 每天投胃4次 具体时间可在上午的8点 11点 下午的2点和5点来进行投胃 在预选黄河鲤鱼的养殖过程中 日常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黄河鲤的日常管理工作 俗话说 三分放养 七分管理 日常管理工作 始终贯穿着整个养鱼的全过程 这是确保池塘养鱼增产增收的关键 要抓好池塘的日常管理工作 应掌握以下一些技术 寻塘是养鱼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工作 要坚持每天早中晚都寻试池塘 观察池鱼有无浮头现象 观察水质和池鱼活动及吃食情况 寻塘时还要随时清除水中的污物残渣 保持干净的池塘环境 管理人员要根据水质水量的变化 掌握住排水时间和水量 平时要随黄河里个体生长 结合调节水质 适时增加池塘水量 当池水的PH值小于70 应用生石灰及时调节 每半月试用一次 用量为每亩20千克 因为经氧鱼糖在于量大 遇到池水缺氧时 容易造成斧头和饭糖 因此在黄河里主要生长季节 坚持每个晴天中午 开机一到两小时 阴天及阴雨天 池水容易缺氧 一般在清晨开增氧机 必要时需全天开机 预选黄河里鱼的常见病害 主要有细菌性和寄生虫性两大类 防治原则贯彻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方针 药品使用要以微生物和中草药制剂为主 化学合成药物尽量少用 全程做到生态无公害健康养殖生产 当黄河里养殖到体重达到1000克以上时 就可以补牢收获了 遗传性状不稳定 生长缓慢 抗病力差 是黄河鲤鱼典型的缺陷 而经过选育的预选黄河鲤鱼攻克了这些难题 在生产性能上具有突出的优势 对于广大养殖户们来说 一养一活 生产效益好 而且它肉质细嫩 营养丰富 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这豪养好吃的新品种 一定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好了 今天的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